ROS 13 更新了不少新的功能 而我整合了幾樣大家日常都會用到的新功能 和大家介紹一下 在控制中心的介面 Wi-Fi和藍牙終於不只能打開和暫時關閉 現在只要長按它 就可以選擇你想要連接的Wi-Fi和藍牙 亦可以通過下面的快置鍵進入設定 長按兩度就可以見到 大家可以快速選擇開啟你的野冷模式和原色調 而且打開全新的深色模式後 就會發現你的介面會變成黑色 包括通知中心、訊息和其他內設的Apps等 都會變成黑色 但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等 這些常用的第三方Apps就不會受到影響 而我最喜歡的新功能就是 調整音量的顯示icon 終於可以放在一邊 大家在看影片調整音量的時候 就不會再被它彈出來擋住畫面 而且當這個音量鍵出現的時候 還可以通過你的觸控來控制調整你的音量 而上寶全新的排序方式 亦都會比用家更容易根據確切的時間點 去找到你想要的相片 而最令大家驚喜的地方 就是你的影片 終於可以直接在上寶裡面進行編輯 不單止可以旋轉方向 調整光線的細節 和套用濾鏡 而且是所有類型的影片都可以進行到編輯 對於日常工作經常需要拍片的人士來說 就真的方便很多 以後亦都不需要再用其他第三方Apps 去旋轉你的影片 而相片編輯的選項力都變多了 包括曝光、對比度、飽和度、清晰度、色溫等等 但我覺得喜歡P相的用家 應該都會喜歡用其他第三方Apps去P相 所以這一點我就不多說了 在Apps下載項目入面 你就可以選擇總是允許 以後你下載超過200MAP的Apps 就不會被它要求一定要你連接Wi-Fi 而且在電池健康度裡面 它就加入了最佳化的電池充電 iPhone就會記錄你每一日的充電模式 它就會自動暫緩充電到80%以上 就可以避免你的電池老化得太快 而在電話裡面也加入了過濾來電的功能 啟用了這個功能之後 以後未知的來電就會直接證音或者去留言信箱 正好 如果你是有用AirPods的用家 就會發現現在一部iPhone可以連接到兩部AirPods 你就可以和朋友一起用著自己的耳機 一起去聽歌和看片 大家也有用家反映更新了ROS 13之後會出現很多問題 例如會隨時彈Apps 而且有很多Apps不支援更新的功能等等 當然並不是所有用戶都有問題 但蘋果日前已經宣布會提前推出更新版的ROS 13.1 如果你怕現在更新會有問題出現的話 就不妨多等幾天 今天我就未見到有得更新主意 但如果這條影片出街的時候 你已經更新了的話 不妨就在留言的地方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更新之後有沒有出現其他問題